Hi 大家好 我是不想上班的布萊蒂 以日本作為起點 Trip Plus 已經帶來一系列 全球熱門旅遊國家的點數攻略 因應觀眾朋友們的熱烈要求 布萊蒂就把馬爾蒂夫 當作是這系列的第五集吧 你可以預期從今天的影片 掌握兩件事喔 第一 怎麼找出從北美到馬爾蒂夫 可以用里程點數來兌換的機會 第二 馬爾蒂夫的酒店往往要價不菲 該如何善用信用卡優惠 享受免費的奢華住宿 如果你覺得布萊蒂這部影片很棒 有料是乾貨 請你不另與身邊的同好分享 記得訂閱並且按下小鈴鐺 這樣才能繼續收到 我第一手的實戰教學攻略喔 之前已經示範過很多次了喔 要找出兩地之間的所有航線 布萊蒂最推薦使用 Fly Connection小工具 因為前面幾集啊 我們都用洛杉磯來當demo嘛 布萊蒂這次就改用紐約當範例吧 在起點這邊請你輸入JFK 終點呢則輸入馬爾蒂夫唯一的國際機場MLE 建議勾選前後段要屬於相同的航空公司 這樣子系統就會自動幫你找出所有總共12條從紐約飛往馬爾蒂夫轉機一次的航線 讓我們來觀察地圖 很明顯地這12條航線大概可以分為三個類型喔 經由歐洲中東以及亞洲轉機 經由歐洲與中東轉機的最短飛行時間大概是17到18個小時 而從新加坡轉機呢就需要接近一整天的時間 如果我們要進一步查詢哪些航線可以用里程來兌換 就必須知道有哪幾家航空公司參與營運嘛 這非常簡單 只要輕輕點一下這邊 你就會知道從紐約經由阿布達比飛往馬爾蒂夫這條航線 是由阿提哈德航空直飛 布萊蒂這邊已經直接幫大家整理好了 紐約到馬爾蒂夫除了阿提哈德之外 還有阿聯酋航空 沙烏地阿拉伯航空 奧地利航空 英國航空 法國航空 卡達航空 瑞士航空 土耳其航空 與新加坡航空 是可以用里程兌換的選擇 那我們的下一步 當然是來選擇正確的查詢工具 找出擁有比較多里程機位的路線 與航空公司囉 布萊蒂會先為每一家航空公司 挑選合適的里程機位查詢工具 例如像是奧地利航空 瑞士航空 土耳其航空 與新加坡航空 都屬於星空聯盟 理論上呢 一批72影片介紹的查衛神器 會是你最好的幫手 但是實際上 新加坡航空的商務與頭等艙 都只能在他自家的官網查詢喔 大家也不要氣餒 查衛神器還可以幫你掃描 阿提哈德航空的機位 而且比官網的速度更快 範圍更大 再來呢 英國航空與卡達航空 同屬於環宇一家聯盟 布萊蒂建議使用 EP78影片中介紹的 AA Award Calendar 進行大範圍的機位搜尋 沙烏地阿拉伯航空 與法國航空 同屬於天河聯盟 我們在EP74影片中 也有介紹過 Flying Blue Award Calendar的用法喔 最後 阿聯酋航空是一隻孤鳥 不屬於任何的航空聯盟 所以阿聯酋的里程機位 就只能在自家網站查詢囉 因為前前後後啊 已經示範過太多次了 還不知道怎麼操作的朋友們 請務必要先觀看 EP72、74與78這三部影片 如果你在查詢過程中有任何問題 歡迎直接在影片下方留言 或是到北美里程社團找我發問囉 這邊呢 就幫大家節省時間 直接分享紐約到馬爾地夫 布萊蒂對未來一整年的 機位查詢結果 基本上啊 奧地利航空 瑞士航空 跟英國航空這三家 沒有釋出任何的里程機位 大家可以不用浪費時間啦 法國航空 與阿聯酋航空 則是機位滿滿 但是這兩家都收你 天價的里程數字 算一算啊 好像沒有比較划算耶 所以布萊蒂建議大家聚焦在 卡達航空 土耳其航空 與阿提哈德航空這三家 可以用合理的價格 搜尋到比較多的里程機位 阿提哈德航空 放位上非常大方 茶味神器掃下去 我們常常會看到 每天都有兩個商務艙機位 對於有家庭 有小朋友 有長輩的人來說 卡達航空一次會釋出四個商務艙位置 但是切記一定要早訂 早訂 提早訂 例如現在是六月中嘛 建議啊 如果你在明年四月底 五月初有旅行規劃的話 現在已經要馬上行動了 土耳其航空呢 也會釋出四個商務艙機位喔 但是可用日期相對來說 比較稀疏一點 所以大家應該要衡量 自己的行程彈性與日期 選擇有機位的航空公司囉 解決了機票 再來就要分享 如何只靠一張信用卡 就可以幾乎不花錢 享受六天五夜的奢華度假春 這張神卡呢 叫做Chase Mario Bonvoy Bonnet信用卡 目前有史上最高的開卡裡 放卡後三個月內刷滿五千元美金 就送你五個免費房碗 而每個免費房碗呢 最多可以折抵五萬點的住宿花費 所以像是馬爾蒂夫的愛美酒店 一個晚上你看 其實不到五萬點嘛 你的房費就通通省下來啦 不過呢 Chase近期有針對拿完開卡裡之後 完全不刷卡的族群訂定新規則 可能之後會拿不到其他的開卡裡 甚至會有更嚴重的後果 詳情大家可以觀看Ryan最新的影片 布萊蒂的建議很簡單 每個月稍微刷個一兩筆 就可以輕鬆避開這些麻煩囉 以上就是布萊蒂今天的分享 希望對大家有一些幫助囉 如果你有更多的問題 或是想要聽任何新的題材 都歡迎留言讓布萊蒂知道 那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 如果你看我們的話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